10月12日应该是中共19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 除了第一天中午新华社违反惯例发了一条简单报道 曝光了当天会议内容之外 中共三大官媒至今再也没有发布任何有关七中全会的消息 倒是小道消息一直在热传 最新的一条消息说当下军方态度尤为关键 在七中全会上中共两个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许其亮没有在大会发言 但在分组讨论中都表示支持党中央集体领导 也就是没有支持习连任的意思 甚至没有反对习定于一尊的意味 时评人张天亮认为这个传言可信度不高 翻查中共军报12号头版上半部分几乎全是习近平的报道 排版也特别把习近平的名字放在显著位置 这已经说明军报的站位 不过围绕动态清零中共内部确实有内斗的痕迹 10月10号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众阴的评论文章 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 强调躺平没有出路 坚持就是胜利 外界认为人民日报传达的是习近平的精神 但就在文章发表不久 另一家党媒光明日报却迅速推出另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 坚持科学精准落实疫情防空措施 文章表示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确保交通网络畅通有序 科学精准划定风险区域并进行动态调整 视频人周晓辉认为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掐假 是背后两股势力在决力 这两份报纸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光明日报当年曾在没有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率先转发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如今光明日报似乎要再次充当类似的角色 之所以这样背后或是有中共元老 或是有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支持 更有可能的是中共元老 周晓辉认为党媒掐架折射的就是习的连任之路并不平坦 其中全会应该是剑拔弩张 这两天网上传出天安门上千的武警和警察列队的视频 天安门内一盏灯都没有 广场上也是灯光灰暗戒备森严 这位认为也影射出中共高层的动荡局势 视频人江峰形容 这让二十大看来犹如大战在即 视频人刘元明分析说 这些军警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针对老百姓大规模聚集甚至暴乱 因为在二十大前如果出现类似四五和六四的抗议 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 但中共73年的节日和党代会碰到一起 对中共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 天安门却出现这么诡异的景象 刘元明说 这让人联想到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动到底有多大 内部讨价还价有多激烈 才会导致外面的天安门广场会有如此大的武力 目前 中国是最后一个至今严守疫情清零封城政策的国家 但是疫情仍在各地开花 兰州上海高校学生集中隔离 多地中小学学生延迟返校 近日 中共官媒发出坚持清零信号 根据甘肃卫健委消息 11日甘肃省新增40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其中兰州市城关区39例 定西市1例 兰州文理学院附近居民王先生12日对希望之声表示 文理学院学生对大纪元透露 学校10月4号就封控了 现在疫情基本失控 宿舍里阳性和非阳性混住 大量学生被大巴车拉走隔离 几千人的方舱医院已满 有学生被隔离在酒店和附近大学 无论在哪里 学生发烧40度以下的基本都不给药 他们求助无门 地方当局对确诊数字有所隐瞒 官方通告显示 兰州文理学院和兰州大学医学院 皆被划为高风险区 上海财经大学的情况也同样糟糕 很多学生在网上披露 即使绿马也被以密街或次米街为由 半夜拉到方舱隔离 那里的卫生条件恶劣 四周满是垃圾 学生们稍作反抗 既被赋予红马 他们被迫就范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怀宇对陆媒表示 上海本月第一周合共有70宗病例 涉及全市16个区 大多数属于省外疫情易入 10号 陕西西安新增11例感染者 当地紧急通知从11号开始 除了高三初三的学生之外 其他学生一律转为线上教学 暂定一周 山西太原宣布假期之后 中小学业儿园暂停返校 改线上教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从8号起 则实行居家办公暂缓开学 6号 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数据 8月份无新冠病毒死亡 民众感叹 有听说无病呻吟的 还没有见过无病折腾的 10号官媒发表文章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 强调当前疫情点多面广 称躺平没有出路 坚持就是胜利 时评人林先生表示 中共清零政策作为维稳工具 不会因为中共二十大的结束而结束 至少要延续到明年的两回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 银行 制造业 旧业 很多危机 让中国社会非常不稳定 中国老百姓很多是怨声载道吧 中共就向老百姓嘛 说我为了你们的生命安全 现在发生疫情了 它来维稳 好像有顺理成章似的 它这招很好用的现在 加上它的那些技术 弹窗啊 红马 黄马 用大数据来控制人 中共近年来在北极地区的动作 引起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关注 10月11日 他在参加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时提到 美国必须加强警惕中共在北极的军事扩张野心 以及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企图 美国之音报道指出 由北极圈八国组成的北极理事会中 除了俄罗斯以外 都是北约成员国 蓬佩奥表示 即使北极理事会停摆 美国还是需要与合作伙伴进行双边合作 确保不让中共在北极理事会 缺乏凝聚力的时刻见缝插针 他指出 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北极国家 现在北极地区浮兵融化 导致有新航道出现 其中蕴含丰富的贸易价值 俄罗斯人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中共也是 蓬佩奥提到 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取决于北极地区 因为每一枚中共陆基洲际弹道飞弹 都必须飞越北极之后才能击中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针对中共或者俄罗斯洲际飞弹的防御系统 都部署在北极 主要是在格陵兰岛和阿拉斯加 就中共在2018年发表的北极政策白皮书 蓬佩奥强调 中共在北极地区的主权 缺乏任何合法主张 除了军事野心之外 中共对北极的经济野心也非常明确 这应该要引起每一个美国人的深切关注 他还提到丹麦官员今年也曾警告 中共在北极的间谍活动频繁增加 可见中共在北极有着战略军事意图 这点毫无疑问 蓬佩奥建议不应该允许中共加入北极理事会 美国应该确保在北极地区 推行一套新规则和监管条例 即禁止非北极国家在该地区拥有土地 海洋资源和开采金属矿产资源 另外也应该禁止任何非北极国家 在北极地区拥有军事基地 10月10日是纪念世界精神卫生日 今年的主题被确定为 让精神卫生和福祉成为全球优先事项 不过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宗教信仰团体 异议人士 上访维权人士 普通民众被精神病的现象比比皆是 其中中共对法轮功学员 超过23年的非法迫害尤为邪恶典型 11日法轮功学员古婉美 现居澳洲的姐姐告诉大曲员 古婉美曾是广州外经贸委的干部 2001年传统新年期间 她被抓入广州水阴路收容所 在受尽折磨之后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 依然把她送到茶头女子劳教所 劳教两年在此期间 古婉美被关小号 被逼迫她写保证书 当她从小号出来时 两眼呆滞 不会喝水 完全变了一个人 问她情况都不懂得怎么回答 有董一的朋友表示 她在里面被喂药或者打了毒针 破坏了神经中枢 甘肃靖远法轮功学员张炳武 也有相同的遭遇 她于2016年5月 被当地610抓捕并关押看守所 仅6个月之后 人就变得呆滞 生活不能自离 而且全身器官衰竭 医生检查发现两只手臂都是针孔 当时家属就怀疑是被打了毒针 最终张炳武于2017年1月份含冤离事 根据明慧网10月6日报道 湖北武汉新州区法轮功学员张淑青 被关在新州区留级精神病院 已经有4个月左右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法轮功学员陈俊 田化珍 张娇娥 李春莲 邱永之 今年7月22日被江夏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之后 陈俊 李春莲就被非法关押在汉阳区 安吉精神病院情况堪忧 吕奥的历史学者李元华对大学院表示 中共一直利用精神病去迫害信仰人士 异议人士和他想打压的人士 这是他一贯的手法 这是其专制暴政的性质所决定的 他拿人不当人 就是只想让任何人屈从于他的暴政 李元华指出 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例子很多 他们抗争或者不配合中共迫害就被强制用药 很多异议人士 访民都遭到了这样的迫害 李元华还以向习近平泼墨的董琼瑶为例 指他原来是很正常的 被关押之后再放出来时 基本上就不正常了 显然在关押期间遭到了精神迫害 对于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人权的问题 原大陆律师吴绍平认为 联合国关注中国人权事务的组织 都应该注意到 并应该拿出实际行动对中共施压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新闻当中提到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 以及各种迫害 实际上早已扩散到普通的民众身上 近年来 这种案例被曝光的也越来越多 中共如果不解体 中国人都有被随时精神病 随时因为疫情被隔离 被封控 甚至被活摘器官和死亡的风险 欢迎留言讨论 说说您的看法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